因為一般來講我們在學校如果要教民意調查或統計 我用的是一個學習的課 我現在只有五分鐘 那我就把複雜的話簡短去說 首先所謂的抽樣誤差正負3%是我的正負3% OK不是我負你正 所以因此1.5%不存在 5.8%或6%也不存在 就是正負3% 好這是結論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畢竟來講如果講的是正負3%的這個狀況對不對 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的學者在討論這個統計的這個抽樣誤差的問題 本身我是支持尤盈隆教授所說的3% 我也是同時支持費洪泰老師所說的 OK 所以因此我的得到的結論就是3比3 所以不論今天我們再重新的檢視 這九份民調或六份民調我的結論還是一樣 剛剛觀眾其實講調以後為什麼要剔除這個3個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這一個問題 我們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的分布 是常態分布 那常態分布其實是一個完美的一種狀況 這個不是常態分布的表 這是我們今天用電話去抽樣得到一個結果 那我們會假設常態分布有在後面 那假設我們今天如果是有常態分布 這是完美的狀況 但是完美的狀況不存在 所以因此我們要經濟一些調整 我們可以看到 例如說像我們今天假設我們今天母體 那我們今天藍色的線是我們的人口分布 但是我們這個橘色的線是今天我們有電話抽樣 這是我從一個民調的詳細的資料 所得出來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在20到29歲 差了將近三倍 所以換句話來講 你用純式化去做 那你今天要乘上3做一個加權 當你一做加權 你的抽樣物差就會變大 因為我剛剛講的說 我們的推論都是以完美的狀況去做的 OK 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民調 是因為我們要用少數的樣本推論到我們的母體 OK 在這個情況下來講 因為有推論就會有抽樣物差 那換到我們今天所做的這個抽樣 我們必須在完美的狀況下 必須是符合我的人口分布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並不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會需要有加權的部分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 假設我們是針對四化的是這種狀況 如果我們是純網路的 就是會變成 反而60歲以下的人就變少了 前面是有 還蠻類似的 但是60歲就變少了 所以因此 單純的網路或端端的四化 就會有這個盲點的存在 好 那我們在看到 如果說今天我用混合式的方式 是不是就非常的接近了 好 所以因此如果說我們單純用四化 那就會變成我需要很大的一個加權 因為它並不符合 我們的一個常態 常態的一種狀況 人口的分布 好 所以因此 我們這是第一個 要回答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在做統計 我們推論什麼 如果我們全部用四化 我是推論到台灣有四化的 七百五十萬戶 有些人從來都不會收到電話 我要請問一下各位的 媒體朋友 你們多久沒接四化了 好 那你們最近幾天有沒有接手機 有 好 當然我們不能說 手機是完全是沒有一些錢的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不討論 因為我們是要推論到母體 母體是所有的合格選民 而不是我今天的單純的 就只有四化的 好 那我們看到一個 我們在做推論 其實我們講到一個 標準的常態分布 我們標準的一個常態分布 其實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 一個中型的一種狀況 OK 所以因此就說 我們今天常態分布 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實際的狀況 我們常態分布 可能有偏峰 有可能往左偏 有可能往右偏 有可能它比較瘦 有可能它比較尖 有可能它比較尖 我舉個例子好了 那今天我們今天假設 我們那個收入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偏峰 但是問題我們講說 大樣本應該是 標準常態分布啊 但是這個並不是 真的真實存在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些調整 例如我們在考學測 學校的成績 現在就是把它算成 標準常態分布 OK 是這個情況的 好 因此我們今天這個 講到一個常態分布 跟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用統計 來這個民意調查 來推論在這邊 因為其實我是覺得 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其實一個最大的爭辯 三趴 三趴或幾趴其實是一個問題 更重要的東西 可能知道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是互比跟對比 哪個合理 如果說我們今天單純用 科猴 減猴科 那它今天一個均值化 一個同質性 就會影響到 我們的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說 我們百分之 至少六十到以上的人 可以接受 同時接受科猴 也可以接受猴科 對不對 那大概 我非猴科不投 或我非科猴不投的 大概大概就各百分之二十 十幾二十左右 所以我們要假設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假如我支持猴科 我會不會變成科猴 我跑去投 賣銷啊 不會 所以因此我們堅持的支持者 就是比這個可能最尾端的 各式十五趴左右 那如果說你今天 要科文哲讓三趴 甚至你的三加三 或你二點八加二點八 在這個情況下來講 你總共也不會差十趴 但是你要讓到三趴 那個不是百分之三喔 那個是很多的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討論到 民眾黨這邊支持 是一個所謂的對比 所以我們要先減掉 賴消 然後用差異的差異去計算 好 所以因此剛剛就是我們觀眾所講的 民進黨在做總統初選的時候 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因為我們民調其實講求是一個經驗 我們過去經驗怎麼做 我們進行這個調整 原因是重點是 不會有完美的 標準常態分布的產生 OK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說 究竟今天到底該 用 陣負三趴 還是他的陣負三趴 加上我的陣負三趴 把我的誤差範圍變成最大值 OK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過去 大家都聽過 各位媒體 你們也都做過民調 政論節目有講到說 我們今天 賴喉 那個 賴喉 柯 柯喉 賴出來選的時候 我們當今天兩個候選人 差距在三趴以內 我們是不是講到就是他在 他在那個誤差範圍內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如果說你今天我們做法是 我把我的分布給算出來的95趴的分布算出來以後 我只要 在我們 我們在做統計的時候是 我在用下一次用同樣的方法同樣的抽樣去做 他的 就是會在他的就是說 誤差範圍之內 那我們比的是他做出來的平均數 而不是兩個範圍區相比 所以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今天柯文哲的 誤差 就是說抽樣誤差出來了以後 賴清德在他的誤差範圍之內 記得喔 這是平均值不是範圍喔 這個就叫做regional rejection 就是有顯著的差異 我們從來也不會把它兩個的 範圍去做比較 OK 所以這個東西 我不能說完全是錯 但是問題這是有疑問的 我剛剛講到說其實統計是很多的一個經驗法則 這個都是需要很多的實證去證明的 但是我剛剛我做一個最後一個結論 如果說今天我們 比的 不是這個 而是剛剛國民黨所提的 那我們過去十幾二十年電視上面所做的的民調 所講的 全部打掉重練 為什麼呢 因為重點是 我們今天雖然是對比式的民調 但是我們的樣本 是相同的樣本 懂意思吧 我問柯侯 口侯是同樣的人 我不是分開問啦 如果是相同的樣本 何來的抽樣誤差 所以以此就是說計算一次 然後再用它的這個 平均值出來去比較 是比較一個合理的一個方法 以上是我一些短暫的一個結論 謝謝大家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折扣